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啊 肯定是约女 每一个老包都说老公 小宝 然后我就说怎么叫老公小宝 小宝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戏好奖 从100到140包的重量 她有着怎样的心动立场 我的豚肉好恐怖 你一看不到那个脚趾 吴君主的一张铜链曲照背后 令你意想不到的小时候 爸爸每一天都说哇 你很醜 你看 你斗鸡眼 你看 但是有一天她叫我去选香港小姐 我说你爸 你是有精神分裂了 和大范儿相处经历 吴君主究竟入戏都市 我有一个老公是刘德华中 哇 我肯定要先对她有感情 她怎么没进一步发展谈恋爱 吴君主 与您分享她的快乐能量 精彩即将开始 我还记得我当年看她的电影的时候 常常是乐得前仰后合 很多时候会笑出眼泪 这两年看她电影 还是会有这样的效果 笑中带泪 但是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的她 但是常常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这么多年她的变化很大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吴君主 她能在荧幕上如此地大笑 也能如此地大哭 她能演于这样的角色 也能演绎这样的角色 也许她不是最风轻万种的女人 但她快乐地感染你却能倾国倾城 她虽然是电影圈的头号笑心之一 摘得影后桂冠的第一部作品 却不是喜剧 因为那些女演员对我来说 我常常都说是杂游 她笑话电影 电视 电台 满汇 各个领域 主持风格不按常理出牌 常常语出近人 这个其实在香港 我们就不算很出名 其实我们一直从合的一个人本 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真是 我日本的名字叫得罪人多 辛苦人小 生活中的她 也不爱循规道具 与导演陈可欣 爱情长跑近二十年 却不惜一直混约 这次陈可欣监制的神奇侠律中 她与古天龙饰演的这对明星侠律 多少也有着吴俊如与陈可欣的影子 极光鲜亮丽 也有着他们的平凡武器 看比赛有必要这么暧昧吗 还为你吃东西 大夫 其实我们想生个孩子 这么大年纪还生孩子 她平凡 漂亮 快乐 睿智 风情 洒脱 一个无法用单狱的形容词形容的女人 但你聆听她笑声背后的故事 您好 欢迎吴俊如 大家好 坐 好 可以了吗 哎呀 好高 不好走路是吧 为什么现在的高跟鞋越来越高 很难穿 这样的鞋就是好看 不是给你走路的 对啊 是不是我们越来越矮呢 我们用掌声来说 吴俊如真的很漂亮 本人 谢谢 看到你觉得特别亲切 嗯 16岁出道了 嗯 今年才27 没有 我看到现场的观众很年轻啊 可能我20年前拍过的戏 他们都没看过吧 看过啊 应该他们都会看过 在电影台重播又重播 重播又重播 马上会有新片你们要看 《神奇侠侣》 现在是你想拍什么戏 你就跟你们家陈可欣说 我想拍什么戏 这有什么不敢的 我都很想当投名妆那个徐静雷啊 也很想如果爱了周旭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跟她磨 你让我拍吗 你让我拍吗 你每天跟她磨呀 那都惨了 我们家里就没钱开饭了 其实我最想当她有一部戏的女主角 那部戏 《甜蜜蜜》 是 张曼玉 就是张曼玉吧 其实我觉得好多女明星都很想当张曼玉 那你想过吗 如果你去演《甜蜜蜜》的话 你会怎么演 比如说最后就是后面 黎明骑车带着张曼玉 然后当时那个背景的音乐 就《甜蜜蜜》那个歌 甜蜜蜜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演 我没想过怎么演 如果坐在那个车上 所有观众都肯定会笑翻 我肯定不需要演 我一坐在黎明后面 人家就会笑 你怎么会像张曼玉这么情深 就是文艺片 一定要文艺片女主角的那种气质 请问文艺片的女主角 应该是什么气质 演喜剧片的女主角 应该是什么气质 我觉得文艺片的女主角 肯定要美了 你现在也已经是美的了 我的那种是 你看到本人算OK了 因为心里面太丑了 然后你看到本人 真人的觉得OK啊 蛮不错啊 都像一个人啊 因为在戏里面有某一些电影里面的角色 都是很 真的很 很夸张 很夸张 很丑 然后一定要扮丑才有这个效果 让别人笑是很难的 真的很难的 真的很难的 好多人都跟我说 其实我很想拍喜剧 因为如果能够过了喜剧这个关口 我什么戏都能演 跟他们一拍 他们又过不了自己了 要表情 就他已经过不了这种 这种表情你知道吗 你的过不了就是不能够允许自己有那样不太好看的表情 因为女生一般都喜欢漂亮的 每个女演员都是想是漂亮的对吧 我觉得我自己都很喜欢漂亮 但是后来就选择这条路就没办法 没办法要漂亮下去了 你当年也是从育女开始做起的 对啊 肯定是育女 是 对啊 是非常育女的那种 我觉得我们80年代的那个时候 出道人家捧你 或者怎样 那个时候的育女 谁是真正的屏幕上和生活中都是育女的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刘嘉玲啊 张曼月 他们都是很斯文的那种 刘嘉玲是我们同期的训练班 我们一起出道 我们一起学习的 那个时候他真的好斯文 他就是典型的一个苏州姑娘 就是讲话声音很小啊 然后就 他会跟一些很乖的同学一起玩 我就跟一些比较活泼的同学一起玩 所以后来就慢慢长大了 然后进入这个圈 他就慢慢就变成现在 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既然吴俊如来 我们要回顾一下 以前的老的电影 我怕这边看不到 先从 先从育女时代开始 看看当年的育女时代 生活中大大烈烈的吴俊如 平日开朗好动 16岁的他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进入TVB电视议员培训班 而这里 就是吴俊如 引幕故事的起点 以前是一个很旧很旧很典雅的一个旧的房子 但是现在已经改为那个高级的住宅了 同学有刘青云 有邓华谦 刘嘉玲 南杰英 我们每一天上什么学的 就是跳舞 唱歌 练习主持 演戏 然后口才 对白 就看还有摄影都什么都学的 所以就整整一年 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都蛮长的时间的 虽然在荧幕上的吴俊如 总是不吝啬于万丑与搞笑 但原本就外貌清秀的他 其实在入行的时候 扮演的角色 却是不折不扣的韵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曾柔 曾柔 真是温柔 小姑娘 小姑娘 伟公子 什么伟公子 叫我小宝 小宝 对了 乖乖 我真疼你 先亲一亲 我觉得那个八十年代那个 吴小柔为什么涂那个唇膏 要涂在嘴唇哪面 你看到 最小一点是吧 对啊 但是明明在中间一条线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啊 你是你们班里最闹的一个女孩 是吧 算是闹了 那为什么让你演一个那么温柔的角色呢 我都有问过那个坚持 他说什么 他可能看错吧 我接到这个角色然后我就买那个小说来看哦 来回看来回看 我都看不到有什么是我自己的性格有 简直是一点都没有 她是七个老婆里面最温柔的那个 我是平常最粗鲁的一个 然后我就说哎呀我怎么去演呢 然后我的声音又要又要假装 哎呀好温柔的那种 我最记得我你知道我声音是非常低沉的吗 我从小就这样的讲话就很低沉 然后每一个老婆都说老公小宝 然后我就说哇我怎么叫老公小宝 小宝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的戏好假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演得哇很很硬啊 很生硬 这就是觉得自己很硬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性格就很很开朗很活泼 我每一次笑都笑得非常大声 有一次电视台有监制说 哎吴君如你可以假装斯文一点吗 你可以敲腿做吗 我假装不了 你这样如果真的觉得很好笑 我不能够这样笑 他们的没有这个可能我是夸张一点 他们希望就是育女 育女的那种 你是做不到的 我做不到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澳门 然后出完外景之后 我没去过赌场 我都去楼下那个酒店的赌场去玩 然后开始大 我又又在叫哇 好开心 然后所以就 我没办法假装是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吗 表演嘛 演员你就应该表演另外一个人嘛 你本人可以不用是女 但是他希望你私底下都是 也是那样的 对啊 你们班那几个女孩都很温柔 你刚才说刘嘉玲 曾华倩 曾华倩 他们真的很温柔的 蓝结音 蓝结音 也是很温柔的 对对 他们每一个都有 真的有育女的特质 我记得有 我们有一个什么慈善活动 然后我们八个美女 叫八美图 我记得 八美图 我是其中一个 有毛顺军 有曾华倩 有商天鹅 有刘嘉玲 八个美人表演一个节目 然后其中有一个监制 就是电视台的那个综艺节目的监制 就看到一个就有一个很怪的在 在好像不像其他人 然后他觉得我很特别 那个无论身体语言啊 气质啊 他就把我调到去那个综艺节目 去做 然后就从此之后 我就没有演过电视剧了 那你那时候心里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不高兴 我哭了一整天 为什么 喂 已经没机会当女主角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多恐怖的事情啊 就是离那个文艺片女主角 差得很远了 就没有了 你连假装的机会都没有啊 然后后来我就哭了一整天 很不开心 真的好不开心 可是你不是不喜欢那样装吗 你又当不了玉女的那个样子 但是我没想过这么快就被人家调去那个 我只是拍了 我83年出道 只是拍了两三年的电视剧 已经被人家调到去一个综艺节目 就做一些 就要涂黑那个脸啊 办那个菲律宾用人啊 然后又要打功夫啊 这导演很厉害 他能看到这一点 对啊 所以他就是其实现在还是谢谢他了 然后我在那个综艺节目当了一年的时间 就有人找我拍电影了 然后一拍就拍到现在了 就就这样 所以你你问我是不是我自己选择 可能是我自己潜意 潜意识 去走这条路 因为我并不想做一个玉女 潜意识里就没法假装玉女的吴君如 在训练班里就是个男载头 在训练班里面呢 我的男同学啊 清文啊 啟话啊 戴雨啊 哇 哥对我好得不得了的 不要以为他扣我啊 只不过我又差得 我又饮得 我连钱都借得 那班就是说兄弟 吴君如性格中的率性也自然 恰是来自怎样的成长环境 在他创作的单口相声中 他曾有怎样的精彩剖析 其实呢 我man是有原因的 我小小过来读女校 那些俗称 那些是咕咕咕 真的找着男人做门牙都没有那些呢 那你这男人说了 谁够我祖狗女 谁够我蛋女人 胖打得多 吴君如继续与你笑谈谈的个性故事 我特别了 我觉得自己读女生学校的 全部都是女生 没有一个男生 见到男生就好像哇 哇 男生啊 男生啊 就用这种感觉 哇 男生啊 所以 我觉得你 我不想我女儿去读女生学校 因为女生学校的女生是比较没有这么规矩的 就走路啊 什么都比较 你的性格可能就是在女校被培养出来的 你要知道 在男女生混合的学校里面 我们一般班里面都会有一个最好玩的 通常都是男生 他不说话我们都会乐 但如果都是女孩的话 可能就需要一个女孩扮演那个角色 就是你吧 对 就是我 对啊 所以我 我怎么说呢 我觉得 成为一个喜剧演员 也有很多因素去成就吴俊璐这个人的 可能从小妈妈就带我去那个女生学校 没见过男生 也不懂什么叫斯文 又没有经过由男生喜欢的那个阶段 我大概读了训练班 从那个训练班出来都还没有人追求 到19岁 已经觉得很迟了 你也没有喜欢过你们班男孩啊 我们没有男孩啊 你们班怎么没有男孩 我上了训练班以后 没有 我觉得男孩只有一个 在训练班我们每一个女生都觉得很喜欢 就是吴启华 你没有人喜欢梁朝伟啊 梁朝伟是上一届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慢慢慢慢就 推到我现在当喜剧演员的 讲到喜剧演员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那些经典的 带给我们那么多笑声的喜剧的角色 又来 我上海 同样怕会杀回我 我老公约我吃饭 你爱我 老公 正是因为我们均入天生的喜感 与自然的形体 但他很快就在许多演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 最受欢迎的 当时电影的行业非常蓬勃 整天拍很多组戏 我想很多演员除了我之外都是这样的 整天有很多ABCDE表情 类似都是拍那些组戏 你面带黄气 是呀 我现在红了一点没有 胃寒啊你 当时的五星钟 年轻其声 历史的抱后 尽高的工作角度之下 她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现在看还是觉得很好笑 因为她拍太多了 有时候拍到自己都忘了是哪一部 那个年代不都是那样的吗 就是如果你很红的话 你会同时拍五部六部七部 最夸张是郑玉玲吧 她就叫郑九祖嘛 对啊 我都同时拍六部 都那个时候 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 就每一天三 二十四小时 分了三部戏再拍 八个小时拍一部 然后中间根本就没时间回家 洗澡啊 就休息 你干嘛要接那么多戏呢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人家 哦你不给面子啊 为什么不拍我 你拍她 然后有时候都有一些 你拍不拍啊你 就 人在江湖心不有机 就有这个感觉 因为 那个时候电影真的非常蓬勃 像你们当时很受欢迎的演员就赚钱就很容易很容易 是不是 其实是很容易 但是也夸啊 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自己 哇好辛苦 每一天都不晓得为什么过了不是人过的生活 然后就觉得啊 人生肯定会经过那个阶段就是很 很喜欢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买车 买车 买车 曾经啊 曾经啊 拥有过五部车同时 但是没时间开就放在自己停车 停车库 停车场 因为我们香港地方实在太小了 然后呢 在自己家呢根本就没找到停车的位置 然后就一条街就到处拍 然后去到那个大厦好啊 这里有空位我们就住一个 这里有空位就住一个 然后就 我记得 你要忘停哪怎么办呢 我就忘了 我真的忘了 今天 今天比如说我想开这台车 然后就 怕在哪一个停车场呢 怕在哪一个停车场呢 然后就好笨的到处找啊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过了这种生活 就是拍戏 回家睡觉 然后就去玩 然后拍戏回家睡觉 就去开车 就这样 那就生活学就是在赚钱和花钱的过程当中 对 对吧 对 因为我前一阵子我跟曾志伟 我们还在聊那个时候 怎么可能我们过的是非人的生活 我们每一天开车 那个时候不流行司机啊 然后自己开到现场 哇好困怎么去拍戏 然后我就记得每一次在图 在图上就停在那个路边 然后睡十分钟 十五分钟 然后才去到现场 去补一补 嗯 根本就没时间 那个时候每一个演员都是这么过的 哎 人老在那种状态里面 他的那种脾气会是很 特别特别暴躁 焦躁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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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零到一百的那个脾气 比如说现在拍特写了打光了 我就坐在这里就睡了 然后打光 哎 打完光了 然后我就不晓得自己在哪里 人家拍我叫我拍了 然后我就啊 就这样啊 就我觉得是神经病人一样 后来慢慢就没有人敢走过来 叫我 就拍戏了 就拍戏了 因为我每一次反应都 都就很大了那个脾气 就把他那个手打走啊 或者是怎样啊 为什么我越来越胖 有一阵子我越来越胖 就是你根本没时间睡觉 你就一不停在吃 我记得早上你怎么能够吃一颗饭 我还是叫人家买饭吃 然后中午又吃好多我们香港的菠萝包 你知道吗 嗯 很好 对啊 对啊 很好吃但很甜很肥的那种 对啊 对啊 菠萝油啊那种 就感觉要安慰自己 所以后来就越来越胖了 为了减轻工作压力 也正因为当时男朋友杜德韦 对她的真实与喜爱 让吴俊如不知不觉 吃到了148分 杜德韦呢 跟我拍戏当时 他说他很喜欢跟我说这番话的 他说君渝 你是一个又不烦 又不小气 又大方的女孩 最紧要你很好笑的嘛 他说我不知道前世做了些什么 今世几身收到 才可以跟你在一起 哇当时我被他塌得我 整个羊毛 那我是不是在塗一下衬膏 继续塗的 有一天 我放下了我的饭盒 看看我自己 今天怎麼了? 敏感嗎? 腫得一九九 糟了 糟了 一百四十磅 歡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 我這位英俊的男朋友 終於要跟我說分手 這件事對我的人生改變非常大 怎樣? 一個女人一生一百四十磅 於是在那一刻我決定了 要做一個真正有吸引力的女人 我確定減肥的那一天 我是怎樣呢? 我是在廁所裏面 其實我在辦大事 我在辦大事 然後我就坐在這邊 我其實看到一團肉在前面 我就說 我的團肉 好恐怖 你已經看不到那個腳趾了 你知道嗎? 你不會吧? 一百三十多斤沒有那麼恐怖 因為沒有 其實怎麼說呢? 有啊 全都肥在這裡 全都肥在這裡 好恐怖 我們叫豬籃肉 豬籃肉 然後我那天就確定 哎 我一定要低於四減肥 然後我就 哇 就 早上起來 就吃 喝那個果汁 嗯 中午的吃木瓜 晚上就 就吃完一點點的菜 跟那個一點點飯 我就不停在在跑樓梯 在家裡 我住十一 我坐十一樓的 我不停在 從不跑來跑去 我不敢出去嘛 太晚了嘛 就不停在那個 家裡的 大家走 跑來跑去 補 保鮮膜 嗯 對啊 用途那個減肥膏 之後 低於四減肥了三個月 這後來收到差不多 一零二磅 我們叫磅 我不曉得 筋也是差不多 一零二磅 如果是筋的話 可能不到一百斤 對 不到一百斤 那個時候就哇 對 後來你不是出過一本書嗎 講你的那個低於四減肥方法 對啊 就試過好多方法 後來發現有一個方法 我最有效 就用這個方法 就是 其實很簡單 你吃肉的時候 就肯定不要吃飯 你不需要剪了吧 我當時我看到你聽得非常高興 還是需要剪啊 你怎麼會有那麼大的毅力呢 因為實在太胖了 那天我去那個十手間 我已經覺得胖到一個地步 已經買什麼衣服不好看 你自己也覺得自己很笨 然後那個時候有沒男朋友 你怎麼可能二十幾歲 沒有男朋友 男生一般都喜歡 就是瘦瘦的女生對不對 對 對啊 你看 所有男生都在點頭 我真的沒 沒有 如果 有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就是你能結婚了 他生了孩子 真的有時候沒辦法 譬如說 像我現在 然後我就沒辦法回到那個地步了 所以我覺得男生還是會原諒自己的伴侶 會慢慢的胖 但是他肯定不會 就第一眼就追求一個很豐滿的 對不對 你看到他笑得多開心 我知道 這個是真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現實來的 女人的心理是這樣的 就是你覺得我胖 那我就剪得特別好看 讓你看一看你後悔 是這樣的心理嗎 我沒有 我沒有這個 因為我覺得 我還可以找到一個好一點嗎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後悔 其實我覺得 不是 你是讓他後悔 我知道 我明白 我沒有 因為我 因為我沒有再想過要跟他在一起 因為過去的過去 其實真的很簡單 男女異性肯定是 第一眼就從外表吸引對方的 這個是很簡單 然後我就覺得 哇我只是二十幾歲 我當年減肥是 九二十二十七歲 那時候就 人生一個關口 覺得女人到三十歲 之前還找不到男朋友 還不能結婚 還不能生孩子 就是一個關口 然後我一定要自己 要裝扮美美的 要減肥 所以我就很 有一個推動力 把自己推到一個 可以 可以 怎麼說 很努力去做到 我自己心目中的那種 那種形象 從小比如說你會覺得自己是屬於漂亮的女孩還是不太漂亮的女孩 我從小我爸爸 我都不曉得為什麼 我爸爸每一天都說 哇你很醜 你看 你鬥雞眼 你怎麼是鬥雞眼的 我鬥雞眼的 我鬥雞眼的 我是慢慢分開的 真的 怎麼可能慢慢自己 你看 你看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 我爸爸從小說 鬥雞眼 那個什麼 插 插手 就是那個 插那個 插頭臂 哦 就鼻子有 有一點嘲笑 這個好像你們 那個插那個 那個插充電的那個 在那個 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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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牆上 那個 就三個 就這樣啊 豬八戒 豬八戒 豬八戒的那個 然後招蜂耳 哦這樣的耳朵 對啊 這麼大的耳朵 你們的耳朵 就是很貼的吧 對不對 就有一條骨 有一條骨頭在這裡嗎 我是沒有的 你看 就這樣好像茶杯一樣 但是小 從小我就很害怕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很一歲兩歲 我從小就害怕 把頭髮綁起來 就給人家看到我的缺點 然後我大概小學的時候 我就常常要把頭髮擋住 我自己的耳朵 所以我從小就被爸爸說 真的醜到要命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真的這麼醜嗎 但是有一天他叫我去選 香港小姐 我就覺得 你是不是有精神分裂了 因為有一天16歲的時候 我本來要選 香港小姐的 我說蛤 你從小說我這麼醜 我怎麼去選香港小姐 他說沒有了 你慢慢就長大之後 你就越來越OK了 然後他本來不願意我去當訓練班的 他說當訓練班要經過 可能機會要經過很多很多很長時間 你不曉得會不會機會有 那後來怎麼改變了看法 後來就是我說服他 喂 你從小說我不漂亮 我怎麼去當香港小姐呢 你是不是要我被人家笑呢 然後後來他說好了好了 他就叫我去考那個無限的訓練班 後來就被人家選 選 如果你要去選的話 你有可能進入前十名嗎 你們說呢 不一定 我覺得第一輪已經被淘汰了 但其實你的這個長相符合我們現代人的那個選美的要求 但是我覺得現在選沒問題 以前選就有一點難度 但你的確小孩長得還很好玩 但你的確比你長得好看漂亮 對啊 所以好多人都說 你有沒有去整整容啊整形啊 你應該沒有 因為我離得很近能看到 對啊 然後我說因為可能人會變啊 瘦啊胖啊不一樣啊 然後我就每一天都很努力去保養自己的皮膚啊 因為每一天都在 現在眼睛不太好 因為它有一些很乾的眼睛 因為每一天幾乎都 藉出這麼恐怖的光 所以我現在已經老毛病已經出來了 有一些老毛病 所以還是要保養 好好的保養自己皮膚 保養特別重要 對啊 演過的電影超過一百部 吳俊宇的螢幕拍檔 既有大眾情人 也不妨個性演員 哪個才是他的最愛 是周星馳還是劉德華 抑或另一其人 我拍了很多戲 戲裡面的角色 即是男人的角色 可以說是囊括全港的性格演員 哇 那一期我真的比何鴻生 各位觀眾 我的大太太 是吳猛達 二太太曾志偉 三太太樓南江 四太太就是這個 成輩案 我還有後宮三次這一集 龍水凡不要案 阿聰王百明 我在片場 被這幫太太服侍到 我簡直覺得 去到我人生的高峰 於是我徹底放棄我女性的尊嚴和身分 吳俊儒繼續與你相談談的演目老公們 像你拍過這麼多戲 你肯定已經不能夠百分之百的肯定你演過多少部戲 我肯定演過一百部 超過一百部 肯定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看一部戲看到自己 突然想 我還拍過這部戲 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肯定有 然後就完全恍惚 很內容 對啊我們那些 那一代的演員 都有過這樣的經歷 對啊我們就是說 那天我們跟曾志偉在說 啊我們有一次跟張學友 跟劉嘉玲 林敏聰有一部戲 叫什麼呢叫什麼呢 我們想了 大半天也想不到這個戲 這個戲的名字 然後啊那個 那個時候啊還有誰啊 那個劇情怎麼樣怎麼樣 我已經沒辦法想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找那個王 在網路 找到了 找到了 終於找到了 好開心啊 叫什麼福星臨門啊 像你跟這麼多男演員合作 因為我沒有拍過戲 我不知道 男女演員合作 你是不是一定要在那個時候 你要對這個人是有好感的 才能夠把戲演得很好 對啊對啊 我是肯定的 因為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科班出身的 我不是學什麼戲劇學院 我沒有一種 我沒有一種 我們沒有一種 那個有一個怎麼技巧 我肯定要先對他有感情 那你演過那麼多戲 跟那麼多人合作過 當然你會越演越討厭他 都有這個情況 有肯定有 但是那個時候 你比如說 你如果讓你選的話 跟你合作最好的男演員 或當時你最覺得 最有感覺的是誰 比如說周星馳 劉德華 周星馳是第一個 其實我對他有感情 是因為我們真的拍了一部 叫《忘夫成龍》的電影 我們先來看一段 有嗎 先來看一段 有 好棒 你看 哈哈哈哈哈哈 哦那時候 其實有130多斤的人 其實不難看的 胖的 太比較胖那時候 對呀 太年輕了 哎呀 未來是你們的 好年輕哦 太年輕了 他也肥嘟嘟的 周星馳那時候也肥嘟嘟的 我們兩個都肥嘟嘟的 那個時候 根本就不流行減肥 嗯 那個時候80年大人 都是肥肥 好韌的那種感覺 肥嘟嘟的 但我覺得周星馳 應該不是你喜歡 那種類型的人 其實他不是我喜歡 但是因為 我們時常拍太多了 嗯 然後那個 那個角色是特別親密的 其實因為我們兩個 都培養到一個 真的好像 小夫妻的那種感覺 所以那個時候特別 我記得拍那場戲之後 我們在那個地方拍完 他找我 他找我一場戲收工的 嗯 我還有還有其他的 我自己家裡的戲 然後他收工了 有一點依依不捨的 那種感覺 所以他要打電話過來 那個時候還沒發短訊的 嗯 那時候還是拿著那個 大嘴 大嘴糊的那種 哈哈哈哈 然後沒有短訊 然後我就打給我 怎麼看你還沒收工啊 就覺得有那種感覺 我自己啦 我沒有問過他本人啊 他怎麼沒進一步發展 談戀愛呢 沒有 因為真的我們兩個都不同 其實我肯定不是男生喜歡的那種 女人吧 嗯 我覺得 但是如果你問我 在圈裡面 其實真的有很多 很多很吸引觀眾的一些男演員 比如張國榮 我從小就 從小還沒 還沒進入這一行 我已經很喜歡他 我覺得他的氣質啊 他的那個 那個形象我特別喜歡 嗯 我就喜歡這種 然後後來認識劉德華 就覺得劉德華是一個很體貼的人 他對所有人都很體貼 你就會 對 不知不覺的 不知不覺的就覺得 就會覺得 啊如果我有一個老公是劉德華 就哇 哇 因為他真的本人很很很對人很 觀察很 嗯 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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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被他看到有一 有一些不開心 或者怎樣 他會很很很很很用心去 去照顧你啊 嗯 然後我覺得啊這種 這種男朋友真的很 嗯 那你老公是哪種類型 我老公什麼類型都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哎 在這裡這麼多人面前投訴他嗎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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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